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平对福兹狐所使用的 可能已经将其打败的奥义鬼瓦政权 在这一画圣平攻防战斗中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环节 反而还是他将福兹狐的手指弄折的防御环节 而说到这里 我们就具体来到 在漫画1018画圣平可能已经为我们展现出的 完全在另外一个级别的超强防守狐扯环节 这一切的诱因自然还是建立在福兹狐非常强劲的进攻之上 福兹狐用岳部飞到上方 对圣平使用出了牙枪 圣平这时明明已经是使用了 武装色霸气来防御并弹开了牙枪 但从结果来看 他的武装色霸气似乎还是没有完全将其抵御 于是圣平才在看住自己 附住霸气的手臂若有所思后 将应对福兹狐进攻的方式 从用手臂阻挡 换成了快速移动躲避攻击 而这个情况可能就已经表明 即便是圣平这个级别的人物 也是无法用单纯的武装色霸气 来完全抵挡福兹狐的攻势 而接下来的情况 似乎就对圣平更加的不利了 在牙闪的招式被圣平的一本过肩摔 巧妙的化解和甩开之后不久 福兹狐先是用止冲戳伤了圣平 然后紧接住就用更加猛烈的斑 来疯狂的攻击 一度就压制了圣平 而福兹狐的手下也就是在这时 在旁边大喊出了 他们的飞六包比原先的七五海还强的言论 而转机也就发生在了这时 圣平本来是全身附助武装色霸气 被动的防御福兹狐的猛烈攻势 但由于福兹狐涉及于人历史的言论 激怒了圣平 圣平就突然在瞬间发力 用防御直接挡折了福兹狐附助霸气 一度就曾戳伤他的手指 而如果我们具体来到 这个情节中圣平的画面也就不难发现 有明显的霸王色脉冲 从圣平付诸霸气的身体上出现 而这就是本期我们所胡扯推崇的 圣平的霸王色防御 其实在10037海贼王专题 胡扯大妈和凯多 为何可以免疫手术果实能力时 我们就已经提到了霸王色霸气的防御潜能 在1037七海贼王专题 我们更是已经通过大妈来进一步胡扯讨论了 霸王色霸气在防御时反是对手霸气的可能 而这一次圣平在1018化则就可能已经 非常具体的为我们展现出了 霸王色霸气不光可以被附助缠绕 当作另一个级别的超强攻击来使用 而且也可以被缠绕在身体外侧 当作更加强害甚至反杀对手的防御来使用 胡扯到最后我就再补上一句废话 那就是草帽团剁手圣平 当然有霸王色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